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刘师傅 再见 哟 领克回来了 回来了 嗯 老李 你要点东西 这个李主任也真是的 派辆车把他们送到车站不就行了 还废得你去把他们送进站台 礼商往来嘛 咱们以前去杭州 人家对咱们也挺客气的 喂 好 我马上写完了贴上去 颜克 主任为你 给那新清新教育的汇报材料写好了没有 明天到局里开会正好带过去 在我的臭地里 你替我交给主任吧 颜克 局里打了电话问 那个培请班你参不参加了 他们要订名单了 我哪儿走得开啊 那我怎么回他们 总得有人去啊 颜克 这材料还没写完呢 还落了个尾巴 走过 走过 刚写了一半 主任叫我去送人去了 走过 走 颜克 颜克 小陈 你去把那通知写完 颜克 颜克 我不会写毛骨子 颜克 颜克 对不起颜克 我得回去接孩子 时间来不及了 我先走了啊 快进 颜克 主任的意思还得让你去 不过得把手头上的事提前安排好了 还有他问你 那个稿子写完了没有 写完了赶紧交给他 喂 是我 我们单位发了点东西 你下班过来拿一趟好吧 我这忙得要死 哪儿走得开啊 不行 我这有一个产妇马上要生了 我走不开呢 你快点来啊 然后早点回去做饭 怎么样没事吧 还可以 不紧张啊 谢谢你 请 哎 你怎么才来啊 咱那 咱们先去吧 跟进去吧 在我房间呢 怎么回事啊 颜克到处去 小安通知何医生马上进手 哎 孕夫家属是谁 我 回你几个月了 半个月了 小伙子啊 别担心 医生护士都在这儿 肯定没事 一会儿 母子俩都能处理 大哥 哥 真的没事 他抽了好多血啊 没了 对吧 恭喜你啊 是个儿子 两千六百克 那我老婆呢 你 你现在可以进去看他一眼 快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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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正 喂 你拿了东西先走吧 我今天要回家晚点 好 老姐 你干嘛呢 哎呀 主任啊 哦 我爱人他们单位发了点海鲜 让我给带回去 你看自行车脚凳子又坏了 哎 主任也刚回家啊 哦 有个应酬 哎 你们家是在解放路那边吧 是 哎 我也去了个方向 上车吧 哎 哎 主任 听说 考驾照了 什么时候买车啊 啊 不着急 等等再说 是啊 现在单位配车 其实挺方便的 有时候 用不着自己买了 那倒不是 我考驾照 买车 那是有目的的 要换别墅了 我呀 有一个计划 再干两年就退下了 自己开的车 周有全中国 我 主任还有这爱好啊 老简啊 有什么理想啊 你跟我说说嘛 理想 这词儿听起来 已经很陌生了 何医生给三十七床加了 两百五十毫升的 这个阿默契林 你去给他换上客单 护士长 十六床到现在前还没交呢 怎么办呢 他丈夫不是说今天一定交吗 没来啊 估计不太可能啊 为什么 我才知道 楠楠根本不是十六床老公 自己家里有老婆的 原来指望十六床 给他生个男孩 但是事与愿为生了个女孩 所以就人间正发了 不是她老公啊 我说经常看她偷偷地哭呢 这女孩真够可怜的 还那么年轻 十六床是叫周婷婷吗 对 她现在人在房间吗 我刚刚看她在走廊发呆呢 周婷婷 你怎么站在冷风吕吕啊 还没出月子呢 落下病怎么办 你女儿病了 无所谓 这叫什么话 什么叫无所谓啊 你想你爸妈生你养你这么多年 他们要是看着你这么糟蹋自己 得多心疼啊 我知道你现在心情不好 其实谁碰上这种事 都会觉得糟糕透了 但是 你必须要坚强 看到你的女儿了吧 她多可爱啊 虽然 因为早产她有点弱 但是 养一养就没问题了 想想看她那么小 她需要你 需要你把她带大 要是妈妈都这么哭哭啼啼的 女儿怎么办啊 你别忘了 你是这个世界上她最亲的人 这就对了 这才像个妈妈的样子 这 người还是说的 死丫头 吓我一跳 下班了 下班了 这什么东西啊 你不是属猫的吗 闻闻 海鲜哪 你们单位发的 我们那么难有这待遇啊 是你骂他们单位发的 我就说嘛 爸 我帮你办 你少来这一套 拿这个 什么时候帮我办的 这可是你说的啊 我主要是决人家 老当义壮的 不忍心过早不得了你 劳动的权利 爸 二 开门 爸 回来了 爸 你歇着吧 我把它放冰箱 好 姐 你帮我开一下门 什么呀这是 哎呀 海鲜 我来吧 你们行吧 我来吧 要不然还是你来吧 这个包上去看 这个啊 这个啊 这包上去 姐 谁以后要是娶了你啊 可就有福了 你也不错啊 谁家要是娶了你 省得买油了 为什么要办 你那张油嘴 就是天然的资源 要不利用你可惜了 好我爸 你讽刺我 我说的是真心话 我说的也是真心话 这 姐 你看爸 他欺负我 爸也真是的 说我这么一针见血的 你怎么也这样啊 不跟你们玩啊 你说 现在这男人怎么都那么狠心呢 我跟你说话你听见了吗 听见了 你又要控诉男人了 请继续 我们柯呀 有一个产妇生了个女儿 结果我们今天才知道 那小孩的爸爸 根本就不是那产妇的老公 那男的有老婆有孩子 更可气的是 他知道生的是个女孩 躲起来了 我们打他手机他不接 再打的时候就关机了 你说那男的不就是一混蛋吗 是个混蛋 不过这女孩也太糊涂了 她怎么能找这种男人呢 那女孩是糊涂 但是也不能全怪她呀 她才多大 跟咱们俩孩子差不多 她能懂什么呀 就是那男的坏 指不定用什么甜言蜜语 把人家哄到手了 现在又成这样 你说怎么就这么歹毒啊 那女孩那么小 你让人家以后怎么办啊 你这么凶巴巴地看着我干什么 反正我觉得 男的没几个好东西 我说错了吗 你怎么不说话呀 我说什么 说我自己是个例外 你把结论都下了 你还让我说什么 哦 你现在都没话跟我说了是吧 我还真有事要跟你说 什么事啊 今天我自行车坏了 是达里主任的车回来的 你知道在车上他跟我说什么了吗 说什么呀 他要提拔你啊 你看你贱人 怎么能那么想呢 他跟我说他现在最大的愿望 就是想退下来 然后开着自己的车 去周游全国 就这个啊 我还以为他说退下来 把位置让给你呢 他这种人啊 就是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 哎 不信 你现在就送给他一辆车 让他周游全国去 你看他愿不愿意退下来 你不能这样 有 gegeben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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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农民 剑柯呀 你怎么到现在才来呀 自行车坏 我坐地铁来的 出大事了 什么大事 李主任 咱们的李主任 去世了 不可能 昨天晚上我还坐他的车 这种事我能跟你开玩笑吗 那我脑子不是进水了吗 就是昨天晚上 听说是在外边吃饭 突然肚子疼 疼得死去活来 马上送到医院一检查 记忆性以及腺炎 强救了一个晚上 今天一早就我 护士长 不好了 周婷婷跑了 跑了 护士长 对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 我该怎么做妈妈 相信您是个好人 孩子交给您了 谢谢 喂 爸 你妈的生日你没忘记吧 那就外面订一桌吧 不了 你妈说了 就在家里头聚一聚 热闹 爸 你看着办吧 就这样 我这忙着呢 就这样 喂 你把你酒多拿给 好 爸 你来开了 爷爷 你看看你来笑容呢 妈生日快乐 太晚了 你干嘛就等你一个人那么晚 领导药的材料刚写完 又想起来买蛋糕 其他来去做吧 入席 入席 好 我是家长 我先来说两句 今天是果果奶奶70岁生日 不过在这个高兴的时候啊 我想说说我的遗憾 和平啊 和平啊 你是老大 一天到晚的忙 我们总希望你能够早一点 忙出个什么名堂来 可是你现在都四十七八岁了 到现在还是个科技干部 你看人隔壁 老李的儿子 三十五岁人就当处长了 那他才 爸 你别这么说 这我不怪哥 还有你 你看 你在事业上挺顺利的啊 听说最近又当了 编辑史的主任 按理说我们应该为你高兴 可是我们一想到你的婚姻呢 就一肚子气 你那时候结婚就是突然袭击 我们跟你说 你还说我们将来过不好 也关不到你们 孩子六七岁了 你突然间两手空空的回来了 说是离婚了 没地方住了 你说说你这叫什么事啊 你扯什么了 有你这么说住酒池的吗 我这是说说我自己的遗憾有什么不行了 是吧 孩子们拿着凑在一起跟我诸寿 你这叫叫醒人啊 一杯你去 大家喝酒 吃菜 别理他 吃 吃 果果 奶奶给你揭一个大瞎子 来 给你吃吧 我说你认不让我吃啊 就不让你吃 爸 今天是妈的生日 您就别跟她闹了 您看是我闹还是她闹啊 您看我家菜她不让我家 这不是明摆不让我吃吗 奶奶 我敬你 祝你生日快乐 糖蜜百岁 果果真乖啊 好 来 干杯 妈 妈 怎么了 呛着了 慢点 你点喝啊 你没事 妈 您感冒了 没有啊 那今天怎么听你老咳嗽啊 就是啊 妈最近一段时间啊 经常咳嗽 没事 大概是上火了吧 也别太大意了 这两天抽个时间到医院来吧 我陪您去看看 用不着那么麻烦了 要看我自己看看就行了 妈 你就添嫂子的安排吧 是啊 我跟那些专家都熟 你还是来看看吧 就这么定了 明天就来 这天儿还有点凉啊 怎么了 又不高兴了 我好像没犯什么错误了 谁说你犯错误了 刚才吃饭的时候 你爸说什么你没听见啊 嗨 爸就是爱唠叨 又没说你 那你怎么不觉得丢人啊 我刚才都快坐不住了 我没觉得 你 陈主任怎么样 太好 这一块有阴影 我总跟他说 让他扫操心 毕竟管闲事 他就是不听 你看弄得身体疼 爸 别说这个了 现在 咱们开始商量商量该怎么办吧 几位专家会诊的意见 妈必须尽快做手术 坐会儿 爸 来 事情到这份上 我也不跟你绕弯子了 明天一上手术台 能不能醒过来还是个问题 妈 您看您 你听我说 本来这话我应该跟你爸说的 可你也知道 你爸那人 一会儿清醒 一会儿糊涂 没法跟他说 你是家里的老大 只有交代给你了 万一我醒不来了 我最放行不下的 就是你爸 虽说他身体很好 可到底连岁不饶人啊 以后我不在了 总得有人照顾他 现在何华是可以照顾 可何华还年轻 他怎么能一辈子就这么着 他要是再婚了 生下你爸一个人住在家里 肯定不行 妈 我明白你的意思 可是 那 你让我把话说完 我知道 你一直很孝顺的 这我很放心的 问题是 你有两个女儿 启英这人又厉害 你爸呢 也不是好惹的 真要把你爸接过去 你们住在一起 这个家 还太平嘛 妈 您 你看您 现在一套房子 要七八十万 你哪有这个钱呢 我想来想去 只想出了一个办法 我有个前提条件 就是何华要么结婚 要么自己买房子搬出去 这样一来 我们那套房子就可以卖了 你们那一套也卖 合起来 再去买一套新房子 把你爸爸安顿进去 和平 我就是这件事 你能答应我吗 妈 好好好 我听您的 咱们没水了 昨天就没了 为什么不打电话 让他们送水啊 水票全在检科那儿 地下都是他管这事儿的 这检科不在吧 卫生都没人打扫了 看来咱们呀 还真少不了检科 你们看看检科 多老的资格了 人家还每天坚持打扫卫生 检科都挺快了十几年了 不还是个科吗 这 醒了 醒了 妈醒了 好 护士长 说听证的孩子 咱不能帮他养一辈子 要不给他送到福利院去吧 这么小就送福利院不行 我就不信他真的不回来了 再想办法找找吧 护士长 跟您说的事没忘吧 什么事儿啊 一会下班之后去我们家玩啊 没忘没忘 快进来 快进来 小初 你想太漂亮了 太气派了 也算不上大 才两百多个平方 反正我跟她是够住了 以后生了孩子 三个人也出得下 两百多个平方还不算大 你以后这个生育群孩子 也够住了 你看护士长家 两个女儿 而且只有多大的房间 你还不知足 不是随你记载吗 俗话说得好 干得好啊 不如嫁得好 嫁个好老公啊 以后就等着享福了 是吧 护士长 那还有 你又弄到我脸上了 算了算了 你别喂了 我自己吃吧 你自己能吃 自己吃最好 你看我就喜欢自己 是不是多自在 妈 妈 好了 好了 和平来了 回去吃饭吧 这样就烦 好 我来喂 那我去吃饭 好 您去吧 妈 看他就不顺眼 不看见了 也不顺眼 妈 那您就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我看您今天精神挺好的 和平啊 喂 手术厅跟你说的事 你还放在心上吧 手术算是停过去了 还不知道能停多久呢 妈 你别说这话 你答应妈的话 可别忘了 没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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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 怎么才回来 我差点就去接你去了 接我 那 那什么接呀 就你的破二轮 别丢人现眼 又怎么了 简和平 你看看咱这破房子 住了有二十年了吧 你什么时候才能让我们住上新房子啊 小周 哎呀 真是你啊 是你啊 你好啊 你好 今天怎么到这儿来了 咱有两年没见面了吧 对啊 你也没空去家里坐坐 你嫂子常提起你来 夸你 能干懂事 还勤快 老李 还记得小赵吗 在咱们课干过两年了 怎么不认识 你好 你好你好 那个时候你就老批评我们欺负他刚毕业不懂事 又老护着他 还经常把他带到你家去吃饭 我还蹭过好几顿呢 听说小赵混得不错 在哪一个局当科长的吧 那时候齐音就跟我说 小赵以后准比你强 人情世故一点就通 不像我 属于那种熊木不可雕之类的 好了你忙吧 忙完之后到办公室来坐坐 咱们好好聊聊 好的好的 一会儿我把证事办完了 我就过来聊 好 又剧长 可以见联系上了 我碰见熟人了 有没有做事过介绍 还没来得及 不用 好 那我就来介绍一下 老姐 老李 这是小赵 赵志恒 我认识 从现在开始啊 他可就是你们的新主任喽 好 他当什么主任了 他才多大呀 三十到三十五岁吧 你看人的进步多快呀 这么年轻都已经当成主任了 主任应该是郑处吧 嗯 你看你都快五十的人了 还是个科长 而且一看就是十年 人比人啊 气死人 妈 是不是就是以前老来咱家玩 还老帮你干活那小赵叔叔 嗯 现在是你爸顶头上司 那不挺好吗 爸以前对他那么好 现在他升官了 还不得拉爸一把 奶奶 奶奶 你什么时候出院呢 我都想死你了 等你出院了 我请你吃披萨 说得好听 你拿什么请啊 自尔挣钱了没有 我挣钱了 我请奶奶吃饭 就是啊奶奶 简洁的就是我的 我的就是简洁的 我们俩是姐俩 是吧简洁 就是你嘴巴最甜 妈 我跟秦英商量好了 等你出院之后 就住我们家去 这样照顾起来就更方便些 是吧 秦英 是啊 虽然家里房子旧点儿 但是您住过去吧 照顾起来确实挺方便的 崔和平 崔和平你给我 给我站住 我要上班去了 我知道你上班 你什么意思啊 要把你妈接来住 也不是先跟我说一句 你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我知道你会同意的 真的 同不同意是我自己的事 你干嘛 你想要把生米做成熟饭 逼我就饭是不是 那我怎么就连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都没有了 我告诉你 本来我是想跟你商量 妈妈接到家里来住的 就你这么一弄 好像我不情不愿一样的 你让我怎么做人呢 你就是想挑拨我们婆媳关系 这么严重呢 那下回我一定早做请示 我上班去了 真的 赵主任 我不是赵主任 您请坐 这是赵主任 赵主任您好 你好 我要的那份材料呢 诺 你是 赵主任 我上午跟你通过电话 我姓周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老姐 给客人倒杯茶 别客气 快快快喝热汤 好 妈 爷爷奶奶会在咱们家住多久啊 问你爸 问爸有什么用 咱们家不是你做主吗 哼哼 我做主 你爸现在连发言权都给我剥夺了 我做什么主啊 爸不就是先斩后坐一回吗 妈还没埋怨过啊 群众的眼睛真是雪亮雪亮的呀 懒得理你 说平啊你是老大 一天到晚的忙 我们总希望你能够早一点 忙住个什么铃铛 可是你现在都四十七八岁了 到现在还是个客气干 你看看咱这破房子 住了有二十年了吧 你什么时候才能让我们住上新房子啊 老简啊 有什么理想啊 你跟我说说 不行 怎么了你 我得抓紧 抓紧 抓紧什么呀 没什么 睡觉吧 神经病 神经病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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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盘子 哎呦 哎呦 简单简洁出来帮忙啊 哎呦 爸 哎呦 什么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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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还多久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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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活着怎么这么没意思 白天上班伺候病人 晚上回家伺候公婆孩子 还有老公 满眼都是人 上个厕所得排队 距离近点吧 唾沫星子就喷到人脸上了 回到自个儿房间还躲不过你 你说有什么劲 看不见了 我不看 我烦得 也许看看就近了 什么呀 都写着呢 爸妈 这 我给你们念个东西啊 中年计划 请应 一 努力工作 再上一个台阶 争取由政科辩父处 二 开源节流 积极调配 尽快把家中住房换大换新 这让你看看谁让你念的 那你让我一个人看怎么行呢 家里人都一块监督啊 什么计划 中年计划 爸 那个何萍啊 订了一个中年计划 他准备要大干一场了 妈 下面是什么呀 快点念呢 算了算了我来念 我来念我来念 好来你来你来你来 三 尽己所能 协调家庭关系 使父母遗养天年 女儿终身无忧 咱们俩无忧了 四 坚持写作 出一本书 爸 你还想当作家呀 五 学电脑 丰富业余文化生活 六 锻炼身体 坚持沉练 健身 力争找回年轻时的六块腹肌 妈 爸年轻时有六块腹肌啊 我们怎么不知道啊 不止 你爸年轻时有八块呢 爷爷 你给我们讲讲爸的六块腹肌呗 我也不知道 你跑什么呀 你说你 不是诚心让我难堪吗 那有什么的 怕难堪你别写啊 你那是编出来哄人玩的 谁编出来哄人玩 那你怕什么 我跟你说啊 别的我都不管 我只监督前两条 生富处 买大房子 我记着呢 你说你 你什么时候请小赵来家里吃饭啊 问你呢 你看 一说到正经事你就开始装傻 你干嘛起这么早啊 早起的鸟儿好觅食啊 等我一下吧 你 干嘛 我也找点神吃去 你 慢点 慢点 领导啊 如果你体力不支 那你就不用亲自跑了 这锻炼任务 我帮你完成就是了 干嘛呀 你想把你自己练得棒棒的 让我继续当我黄脸婆 想得美 什么逻辑 要不要我背你跑啊 快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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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多胖啊 谁要胖啊你 哪儿啊 我就是随便一问 你要是跑不动你先回去 我再跑一圈 就知道你想甩开我 不走了 我走了 快点啊 deine家人 你 你家是住的解放途吧 是啊 你 搞不法明年要拆枪 你听讲啊 为适应城市发展需要 市政府计划将对我市的解放路 长江路一带 旧城区进行重新规划建设 你家是老房子吗 是 那就完了 这一拆啊 折腾可就大了 帮我们也说 一眼天年 爸回来了 爸 妈 干什么呢 来看看 生年计划 来 过来看 怎么样 这谁弄的 爸 我帮你弄的 瞎弄 别动 挂在这儿蛮好的 大家看 便于监督 爸 爸 你这回想来也赖不掉了 妈 你再过来看 这自己家人说说就算了 这挂出来丢人 就是 妈 没事 有人来了 就翻到这一面 看 怎么样 我跟你们说 你们的爸爸要是有这能耐啊 五年前就生了 对 爸 你真行 走 走着瞧 爸 难怪你能生出我这么优秀的女儿来 没想到你到了这个年龄还这么有魅力 妈 爸 小心吧 这么有魅力把你淘汰了 我还不信 把它决定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